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出的复仇者联盟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赌王何鸿燊三房千金何超莲 何超莲和周杨卿私交相当不错 是经常在一起玩的姐妹涛 这一次的杀猪大会上 何超莲也出来力挺了小姐妹 并且还有感而发的 回忆了自己被虑被飞的惨痛旧情 他说另一半出轨偷吃这种经历 他也有过 特别的感同身受 众所周知 目前何超莲已经有了幸福晒到满意的新恋情了 和现任男友窦霄也是屡屡传婚讯 但他的那一段血以熏风的旧情瓜呀 却也太有看头了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线索指向 何超莲指控的偷吃前男友 不是什么圈外人的甲乙丙丁 最大的嫌疑人 就是曾经爆红过的情歌王子吴克群 而且何超莲前天接受采访的时候 再度爆料 说前男友完全不尊重他 一次又一次 甚至是偷吃被他发现之后 还说出了偷吃这件事本来就是合理的 只是你自己没有接触过而已 每个渣男都渣得那么花样白出呀 何超莲公开有过四段恋情 前两段都是和平分手再见一时朋友的 只有和吴克群的第三段 开始很卑微 过程很心酸 结局很惨淡 全程都是女追男 被骗爱的男方要有恃无恐到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剧情到底有多么离谱呢 这么说吧 如果这个世界有谷王的话 那么吴克群必须得占一个名额 不管家族如何的内斗 赌王家的子女们出现在众人面前 那都是风风光光享受重心捧月的待遇的 年轻一辈里面 最受媒体欢迎的就是何超莲 因为颜值呢 在一众的同龄姐妹里面最为出挑 而近年来 媒体都称呼他为赌王最美千金 其实要论颜值啊 大房女儿何超英 二房女儿何超穷 年轻的时候啊 美颜盛世是胜过超莲的 但时代久远了 加上他们和何超莲的岁数差距大到和母女差不多了 因此不太具备可比性 长得是真好看呀 素颜被狗仔抓拍都扛住了镜头的考验 身材也OK 学历也体面 毕业于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还考了ACCA 身家更是高达百亿 几亿的豪宅住着不说 光是目前的总市值为544亿港元的奥伯控股 三太和何超莲呢 就持有到16.22%的澳门利俊了 而目前总市值83.36亿港元 明星的外貌加豪门的身家 怎么看 这都是一个投胎技术MAX的赢家中的赢家的设置 对吧 何超莲的其他姐姐妹妹 哥哥弟弟 基本都是被明星恋人追着跑的待遇 只有最漂亮的何超莲 画风完全相反 豪门公子他没有兴趣 霍启山公开苦追他无动于衷 明星他也不想当 想和二房姐姐何超姨一样 入行当艺人呢 对他来说不要太容易哦 最大的爱好呢 就是当小粉丝给明星们打call 欧巴是换了一个又一个典型的追星狗 2011年呢 更是一个不小心疯狂的爱上了比他大12岁的台湾歌手吴克群 从此豪门港女啊 过上了台湾苦情剧女主角的生活 歌很好听我认同 但吴克群的脸 不管度前度后 我都不太能get到啊 当然了 我get不get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何超莲沉迷到不行啊 被否认恋情 被绿 被分手 复合又被背叛 四年苦练真的是惨不忍睹 他俩的恋情啊 是2011年曝光的 当时吴克群被拍到开着爱车大黄蜂 在何超莲浪漫约会 没有想到这么有图有真相的情况之下 吴克群却适口否认了恋情 讲真啊 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很佩服吴克群的 打脸赌王子女不认恋情的 他是头一个 2012年7月份 吴克群公开献花徐若轩玩暧昧 称呼其为我的女人 12月和何超莲台上台下穿着情侣装被锤呢 也依然不认 2013年的3月份 吴克群再度重申自己是单身 对何超莲是朋友的那种喜欢 6月 吴克群被拍到和混血女魔深夜亲密游车河 何超莲第一次在爱因意思上 抒发了情商的感言 要对方诚实坦白 不过这次风波 以吴克群否认绯闻 坚称清白告证了 何超莲被哄回来了 11月 有传闻何超莲提供2000万资助吴克群开公司 但吴克群发声明否认了 说这个传言侮辱了他的尊严 一直到2013年底的一次香港慈善晚会上面 吴克群现唱 何超莲和三太齐齐捧场 有了准岳母的坐镇 吴克群才第一次半退半就地承认了何超莲 吴克群夸三太漂亮又有善心 三太则回应说 吴克群人也很不错 至于他和何超莲的关系 三太则用 做朋友无所谓啦 来形容 节目结束之后 吴克群和何超莲私人聚餐 被拍的过程也是很有意思的 看到记者跟拍 习惯男友不认恋情的何超莲 立刻准备起身闪人 没有想到吴克群却很意外地拉住了他 第一次面对传媒大方合影 2014年 吴克群第一次承认了和何超莲的恋人关系 还发表了爱情宣言 说会好好地保护何超莲 一个多年不认恋情 偶像包袱超重的男明星 终于肯认爱了 接下来的剧情 我是见过的 大多都是准备结婚 组建家庭了 但吴克群却完全不一样 他刚认了爱 就高调发表了不婚宣言 结婚这件事 不在他的人生规划里 2015年4月 吴克群何超莲再度被曝分手 何超莲否认 但吴克群说 虽然这一次没有分 但我们有默契 总有一天会分的 这一天呢 在半年之后到来了 2015年底 何超莲 爱因因此 发表了分手宣言 配文是 不记恨 往前走 永远记得你分开那一刻 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 让我提醒自己 不要再犯傻 学会爱自己 从不记恨 不再犯傻 学会爱自己来看 何超莲很明显的是 被伤害 被甩了耶 但女人说 再也不原谅 和男人说 再也不出轨 可心度是差不多的 两个月之后 何超莲 吴克群被派到送喝醉的 何超莲回家 神速密之复合了 可没过几天 这复合呀 又被吴克群给推翻了 她说 是何超莲喝多了 她的闺蜜打电话给自己 自己才去送何超莲回家的 冲击量 不过是前男友的风度 和复合无关 而何超莲那边的爆料 却是说 何超莲对吴克群仍然有爱 想要争取复合的机会 追她的豪门公子 她都没兴趣 你敢信吗 这种千金百富美 倒追寒门小歌手 屡屡被分手的狗血剧情啊 居然活生生的发生在了香港豪门人 因为吴克群 时刻的把拒绝结婚 拒绝复合挂在嘴上 这次分手之后啊 俩人是彻底的四年情断了 再后来 吴克群很快有了新女友 但还是一样的画风 先不认 再不婚 何超莲呢 则在空窗四年之后 和窦霄公开恋情了 何超莲呢 则在空窗四年之后 和窦霄公开恋情了 感情是突飞猛进 一日千里 窦霄去哪 她去哪 奔波千里探班 陪窦霄回加拿大 这段关系里面啊 何超莲还是从前一贯的 为爱走天涯的作风 但不同的是 这段感情看起来 比上一段待遇可好太多了 男友认爱很高调 大方干脆 对她的感情回应也很热烈 不管能不能修成正果 至少这段恋情里面 何超莲终于像一个 正常被宠爱的女朋友了 何超莲说 三太曾给过她爱情忠告 她说人生在世 总是要被人骗的 早被骗比晚的骗来得好 年轻的时候输得起 尝过苦头 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择了 凭良心说啊 三太这个忠告 很实际也很实用 但在何超莲身上 并没有太看出来效果呀 她两段这个遭遇 完全不同的恋情 与其说是她学会带眼识人了 不如说她这一次运气变好了 另外就是她本钱太厚了 后到普通人根本就比不了 不管她怎么输 只要她有朝一日想通了 愿意赢 随时都能够轻松翻盘 也因此 何超莲告别渣男 重获幸福的故事 其实呢 并不具备多少的参考价值 残忍吧 这就是人生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